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周二的台股 由于电子级运输股陆续反弹 指数重回万七大关 那除了要把握 多方抵抗点的进场机会之外 许多的潜力股 也在这个时候表态了 投资朋友们要如何来切入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摩托头股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路表同志们大家好 老师那政策概念股 持续的轮动当中 那电动车也跟进了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多留意 这个电池材料跟相关的供应面呢 那你说操作股票很容易出现一种现象 就是说比方说你做政策 那政策当中当然很多 绿能的就有很多 包括电动车 风电 这个太阳能都算 都是对 特殊化学当中 你上游的原料也算是电动车 那么你政策的话 当然还有很多 包括农粮 那农粮的话 但是除了冬简汇光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布局一些其他的股票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之前大宗食品 在涨第一段的时候 大家市场上就很high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会容易出现一种 我们说市场上常看到的投资人的通病 是 什么叫通病呢 因为礼拜一生计太亮了 对太亮眼了 因为他太闪了 你就忘记说其实国家的政策还有好几样 还有其他的 对 对不对 是 因为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然后怎么high过头 对 high过头 有时候很容易这样子 然后眼前有一个这太正 那你其实没有 你没有发现到 其实另外两旁的也不错 对不对 因为前面那个太正 但是其实我们讲就是说 你看了两三天以后才发现说 两边才刚要起掌的时候 你没有把握到 对 那这个情形就是所谓的节奏了 就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生计太闪 闪到让你会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 你都没有看到其他股票 这你就错了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留意一下旁边 有一个你还没有注意到的重点 那政策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轮转 其实大家不用偏废 那我觉得各种股票都有它的好处 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有1亿的资金 对不对 你不可能都买升华科 你成交不够大 是 因为你成交相对来很不够大 对 但你如果有1亿的资金 你买华航就很简单 对不对 随便买几千张 人家也不会甩你 对不对 你就市价给他打那个499 连续打无比 市场上也没有人甩你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量大 所以你发现说 如果说你的资金是够大的话 比方说你10亿的size 你根本就不追求涨停板 你只要绝对的绩效拉上来有10% 那不得了了 10亿就等于1亿了 对 对不对 你说10亿的资金 然后你 像我讲最简单的嘛 你什么都不用考量的话 无脑就什么中心电嘛 对不对 这个我讲很久了嘛 这无脑就中心电 那你随便轰下去 拉个大概10来% 10亿的资金 买中心电不痛不痒啊 你一样嘛 你499连续打个10笔 人家没人理你嘛 对不对 内外盘挂那么多单子 对不对 你谁敢在中心电 或谁敢在华行里面说我是大户 你不用了啦 比你大的更多了 那其实 这个情况就是说 有些资金你够大的话 你追求绝对的绩效 比方说5% 8% 甚至你说10% 我就想一亿就买一栋豪宅了嘛 对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今天是300万的资金 叫你抱着一档股票 抱一成 你300万的资金一成 拉上来可能二十几万 不到30万 但是这个工程的过程 你要经历什么 什么 疫情啦 上海停工啦 然后这个 俄乌战争又怎样啦 美国又 谁又说什么 你到底是哥还是鹰啊 你就搞得你心情很复杂嘛 所以 其实我们说这个快进快速的短工 是适合小资金 是 那 你如果说大资金 你不可能快工吗 你要怎么样把10亿的资金 一口气市价买进卖出 不太可能吗 那你可能就是必须要慢工 那这也就说明了说 有一些股票 你不能要求它像亚诺法一样 连续6、7根涨平台 你也不能要求它跟保龄一样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正规矩你说太阳能那些它量这么大 它其实是要给大资金来做进出的 是 那么 我这样就要来告诉各位 所以在政策概念股的轮动之中 你一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角落 绝对可以的 你这么多股票可以做 那我举个例子 像我最近在讲那个很多人 跟我讲说那个滑星拉得太过分了 我一点都不过分 不过分 我记得昨天我在盘中 因为有一个电视台有时候会叫我连线 然后也是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分析师 那P头开口就说 因为他礼拜一的时候滑星有翻黑你知道吗 然后P头开口他就说 上礼拜滑星涨那么多你看 今天他有什么转弱的 对不对 然后 那我就心里在想说 奇怪你对转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一个人 一档股票他拉了三根涨停 拉回来才2%你说他转弱了 你到底是脑袋是有什么毛病 这个到底是一种偏执还是说 真的蛮奇怪的 你涨30%你不称赞他 跌2%你把他骂得跟狗一样 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真的是百思不解 你知道吗 其实你拉回不是才是应该进吗 对 不是 可是一般的投资人 很多就会落入他的圈套 还是一个迷魂症 为什么 我给你一个逻辑 比方说我先给你一个逻辑 主观意思是要说你小心 这涨30几%了会拉回 好结果他跌2%以后 卢秉说 蔡老师你这个好准 果然拉回 那请问一下你昨天有放空吗 有本事你去空吗 对不对 你空一个空 大家来给我看看 你空在最高点 是 那八成也不敢 是 那这种人呢 就是希望说强势的股票拉回以后 碎上一张嘴 我就已经早知告诉你了 不能再追了 你看 你看 你还不敢来感谢我 我就是你的救星 对不对 那感谢你什么屁 你又没带我赚钱 是 是吧 是 你有本事你就底部其朗的时候 告诉我中压 把房子压下去 对 对不对 涨的时候又不敢讲 涨多了就在那边稀落 然后呢 一旦跌停就告诉你说 你看该死的投机轨 我们还是要买台积电 这个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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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 心态 我其实也蛮不解的 那这个我 这个我日后再跟我讲 是 我们现在来讲讲最后的结果 你看礼拜二的时候 花星怎么样 一根长红把你拉过去 对啊 长停板 我先讲一个数学观念 是 假设一档股票它在涨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涨有跌 有涨有跌 是 但是一档股票 从底部到它真正最高点 这个中间假设你涨11次 跌12次好了 因为跌 不对 应该是涨11次也跌11次 一定先涨再跌 先涨再跌 先涨再跌 所以最后一个头 这个高点就是在创新高的最后一次 它下跌 所以涨跌应该是一样的 直到最后那个第11次下跌 然后开始整个拉回 股票就再也不回头了 所以说 一档股票它如果能够涨11次 跌11次 到最后掉下来 那每一次的下跌 你都当作是买点的话 你会对10次 你只会错最后一次 对 可是如果一档股票每一次下跌 你都认为它是高点的话 你会错10次 只做对最后一次 对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聪明 当然是第一个 人为什么会傻到去 看到下跌就觉得它是头呢 这个我其实跟你们讲 不是股市分析师可以回答的 要从人类的行为学上去做着手 是 你真的要去问心理医生 而且我相信 那个报告写出来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能够提出正确的决答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股市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现在看 能够把股市问题解决了 你还不给他诺贝尔奖 对啊 多伟大 我跟你讲 你要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他赚到的钱 可以再颁发10个诺贝尔奖 他自己出来 申请诺贝尔奖 听到没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数学上来讲 这个一定是划不来的 每次下跌你都认为说 这个要起跌要起跌了 你一定划不来 所以 我们现在回头来讲 华星这件事情 那因为特用化学 它在这边 涨是这样子 以前我 我这边讲 它有一个题材叫冰镍 冰镍 对 那个东西 我在上礼拜讲过 因为那个是 要拿来做电池上油原料用的 是 镍这个东西可以做不锈钢 我也可以做流锈镍 转那个电动车的电池 那路比我问你 我跟你讲不锈钢 跟我跟你讲电动车 市场上觉得哪一个比较屌 电动车 当然是电动车嘛 所以同样我赚EPS一块钱 假设啦 我告诉你说我卖钢 你不把我当回事吗 对 我现在告诉你说我赚一块钱 是因为我这个东西要提供给电动车张上油 哇 你马上给我拉到五根涨停啊 市场立刻买单 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之前跟各位讲的啊 对错根本就不是业绩的本身的问题嘛 对 是在于人的心啊 你告诉我说你不是传产 你现在是电动车 那我马上给你的model都改了嘛 对不对 你以前又没有跟我说你是台大毕业的 你又没有跟我说你是美国回来的 你没跟我讲的时候你会讲法文啊 突然发现说你会哦 然后大家就对你改观了嘛 是 这个就是 所以其实 决定股价到最后的还是人的心啊 不是那种财报的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 那个 我以后再跟你给我解释 我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了 情绪才是决定涨跌的一个关键啊 你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来讲 特化这个地方涨起来了 我们就再布局一档嘛 是 对不对 这档股票我们说 以前讲PI 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嘛 我现在跟你讲这叫车用的PI 车用 那还不涨 当然要是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那个安吉 那元金 在创新高 那中芯店就创新高 那因为这股票我实在已经 我们也讲太多事我不讲了 他们的缺点就是说 我讲的嘛 老演员 没有新鲜感 是 但是你说他涨不涨 他还是涨 那我现在就给各位一条新的 这个思考的方向 就是说 绿能的概念股 竟然已经变成一个主轴了吗 是 那除能的概念是不是应该长在后面 要 当然要 你看我 逻辑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我告诉你说检测的士气 对 再来就是走向治疗药嘛 是 那你现在绿能在这边发电的部分已经 涨到一个新高了 你除电的部分是不是要紧追在后 是 所以我们二话不说 就是直接买账股票 买账 除能的概念 对我一定买账 现在我已经在刚起涨而已 是 那我觉得我的概念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逻辑很清楚嘛 你说政策大概就这几个 但这些股票是轮来轮去 那就照我们这个生计的节奏把它搬过来 搬过来这个绿能上面也是一样 是 你当时检测自己往前供 最后是治疗药嘛 对 再来我现在告诉你说 风力发电太阳能向前供 你要除能 不然我问你 你发这些电你要存在哪里 你要有一个除能的这个系统在里面嘛 是 那这些股票是不是刚刚从低档来做起涨 就是邀请各位哦 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4月份比较重要 就是说4月营收漂亮的公司 在5月初会有营收的公告 公告完之后就是520了 是 那么这些政策的概念股一棒 接着一棒 也给大家很好的一个 这个进场的时间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的 那就请大家能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全新一轮的股票 我们准备要进场咯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1968 听众朋友拉回后 骑涨的第一天 而且特斯拉重新站上千元 电动车族群将再次发动 把握大盘反攻的第一天 跟着我们才布局全新的车用概念股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小老鼠goldmoneye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错过本破段滑心创新高的朋友 下一档务必要跟上哦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绿能族群就像老师上一段说的样 电动车太阳能跟风力发电在周二都有不错的标现 那么老师接下来可以如何来观察呢 那这边当然可以做的股票比较多了 那我们讲正规军当然就在这边 因为现在我们要把握几个重点 就是这礼拜会遇到一些现况 那因为这个绿能它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 所以你既然知道它后面是一个政策的大多头 那每次拉回的时候就是找一个布局点 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兴电这边往上攻 援金这边再往上攻 这下来就是除能系统刚刚起长 刚刚起长 没有话讲 大家一定要把握 那再来就是说这次的战争 其实你可以看到会拖比较长 各国开始绕道而行 所以散装航运当中 最近你看到惠杨跟这个四维航 它在走的就是一个四月营收的预期 是 因为大家认为说 大家都绕道嘛 你看美国他们这边运钢铁也绕道嘛 所以绕道的过程里面 当然最受惠的第一个就是散装航运 所以惠杨、四维航这些市场上 认为四月营收有机会有亮点的股票 其实跟检测时期是差不多的概念 因为大家就是在重压压一个什么呢 压一个你五月初的时候会报它的营收嘛 那但是营收之后涨不涨那是另外一回事 比方说营收历史新高但是我不涨 可是如果你压在之前 也就还没有公布之前你先做进场 那带出来的这个价差就是你的保护伞 就是市场上主力的想法跟投资人的想法是相反的啦 投资人他可能会想要看到说你已经公布成绩再来追嘛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中招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散装航运这个部分 我们刚才提到特用化学 不能老是只看这个什么三幅化 你这个地方带过来 华欣这次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 就是说你就算不是一期开头 你只要认为你能够做到电动车上游的材料 其实你概念跟特化其实通通都是一样的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注意一下 再来解封啊 解封的这个族群 其实大家认为说跟疫情是相反 但其实不会啦 大家这边不用想多了 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得很清楚嘛 因为有的时候 那这个政策出来你就观察 除了讲话的内容之外 你更要观察就是实际上开放的一些脚步 那如果说以过去来讲 公布这么多这个确诊病例给你看 那一定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都不要在外面吃饭嘛 也不要扩散嘛 然后也都做一些我们说 包括比较贴近的 比较一些收紧的一些政策 那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这次很明显没有嘛 对不对 那这个你就有些事情 你自己心中想一想就好了啦 我如果说是我啦 那我不要讲别人 我也不要揣测说 现在的这个长官性也想什么 假设是我啦 假设说我要选举 我总不希望整个市场上气氛很肃杀嘛 对 对不对 你说弄得很肃杀 然后一楼的小吃店全部都关门 倒的倒清的清 然后没有半个人在路上 这个你说怎么会 对吧 那我还是希望社会上比较活络嘛 对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国际的气氛 这个主流就是走这个方向 你看韩国嘛 他现在已经直接跟你讲就是说 恢复到疫情前了 对 除了要戴口罩之外 奇化随便你 对 对 韩国这个确实比较大胆啦 但是你也不能不否认其实在这两年日本的态度 一开始大家认为说日本 因为日本是那个生技医疗的大国嘛 对不对 是 刚开始在就是奥运期间的时候 大家觉得日本的态度很奇怪 然后新闻报导也一直在讲说 日本多可怕 多少人确诊 可是其实 严格讲起来 日本在整个亚洲的医学的思想 他其实是蛮进步的 你知道吗 他应该是在整个亚洲里面最先接触到西方医学这一块 因为你看 早年台湾很多学医的 他们都会日文嘛 人家说那个日本 先生这个东西就是从日文来的嘛 他其实本来就是那个医生老师的意思 所以其实 日本的这个观念 其实让我们看也的确 国际的气氛就是往开放走 那我现在讲说 因为上海如果复工的话 第一个要送货 所以你看那个飞机先行 对航空商手 所以你看那个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刚开始大家很紧张 但是你再看一下是什么旅行社 包括那个华航 礼拜二就开始涨了 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观念 所以我现在再回来告诉各位说 这个在政策轮动当中 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股票出来 那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布局这些新的股票 好的那么在这个华星创新高之后呢 由于他就是具备这个电池上游的概念 而电池上游呢 就是要锁定这个特用化学 那这一档新的特用化学股 老师也帮大家掌握到啰 还有老师提醒大家这个绿能族群 接下来就是要涨除能股了 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把握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视频大家差不多要快点赚点钱 进广告咯 12-2362-1968 听众朋友拉回后呢 起涨的第一天 而且特斯拉呢 重新站上千元 电动车族群将再次发动 把握大盘反攻的第一天 跟着我们才布局 全新的车用概念股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 小老鼠 GOLD MONEY 168 小老鼠 GO LDM ONEY 168 或者是 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错过本破段 华星创新高的朋友 下一档务必要跟上喔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喔